几人瞧着老太君慎重的模样 也没打听 拱拱手就各自带着妻子回了院子 母亲有什么事情要跟儿子说 走 我们去寻锦儿 老太君死死地握住楚称的胳膊 身子紧绷得厉害 我要去跟锦儿证实一件事情 乾坤殿中宁义一身龙袍 端坐于高座之上 正在批阅奏折 他翻来翻去 奏折里大多都是在奏苏清云加封不言 要求严惩苏清云的 大多都是言辞犀礼 指责苏清云 身为堂堂异国一品太富 连自己的孩子都教不严 又何以教天下学子 宁义面色沉沉地丢掉手中的朱砂笔 梅雨间都是嘲讽 明日就是三年一次的春围 苏清云是他亲自拟定的主考官 这个时候抓苏清云的把柄 无非就是想让他撤了苏清云主考官的位置 宁义笑得讽讽 撤掉主考官 然后换他们上去吗 皇帝 宫里的所有人都屏息宁神 生怕一个动静就惹恶了皇帝 不多时 大殿的流金九龙腾飞的大门 被从外推开 由小太监进殿来报 启离殿下 楚王府 楚世子 楚梨求见 命以微冷 这个时候楚梨来做什么 放下手中的朱砂笔 他面色沉沉 传 传楚世子 楚梨进见 楚梨来得很快 依旧是黄金面具 十亩轮椅 今天他穿了一件 月白色的客丝长袍 外照一件 纯白色的青纱 看上去 十分的清雅 臣双腿不便 不能给陛下下跪行礼 失礼之处 请陛下海涵 楚梨不怎么真心的开口 轻轻倚在背后的轮椅椅背上 看上去 十分的悠闲 这样的悠闲 看在旁人眼里 就是对陛下的一种不敬 然而这殿里 谁都不敢对楚梨世子 大喝出声 谁不知道 楚王爷才是 大周朝名副其实的土皇帝 他手中有大周朝 三分之二的兵权 他人在京城 虎福却在身上 在北阎国交界的边关 也都是楚王爷的亲位在守卫 因此 大周朝可没有一个人 胆敢有本事得罪楚王爷 而且楚王爷 就楚世子这么一个儿子 又自幼身子骨不好 疼爱的没边 因此 倒也有些傲气和嚣张 但是 没人敢对他的嚣张 说半个不字 若是一不小心得罪了楚世子 惹恼了楚王爷 那可就 小命不保了 据说 太后身边 曾经有一个大太监 曾经嘲笑楚世子 面容敬毁 身体残疾 不堪为人 被楚王爷听到 直接拔刀砍了首极 而且 还是当着太后的面 被砍了首极 就这样 皇帝都没有处置楚王爷 只说 是那太监逾越 可谁不知道 就连当今陛下 都忌惮着楚王爷 宁义深深地看着楚黎 仿佛跟他从来没有私交一般 沉声道 狮子身子不贬 不用心理 多谢陛下 楚黎懒洋洋 没什么诚意的回答 宁义眯起眸子 楚黎跟他有私交 可从来没有人知道 为了掩饰他们两个的交情 两人在宫里见面 从来都维持着目前的状态 他的宫里被人安插了人手 他也不是不知道 楚黎很少不跟他商量 就来到宫里觐见他 今日前来 必有所图 楚世子倒是很少来皇宫 楚黎虽然是世子 可却没有关接 因此极少来皇宫 宁义便低声问道 世子今日前来 不知所谓何事 正是有事所求 哦 世子不妨说来听听 楚黎直起身子 指骨在扶手上轻轻的 有节奏的敲击 看上去十分的漫不惊心 他嘀嘀一笑 哼 实不相瞒 今日进宫是为了让陛下给臣赐婚 赐婚 命意这回当真是吃了一惊 以他对楚黎的了解 他这个人从来不尽女色 对凡是想靠近他的女子 从来不假以颜色 不止他自己厌恶女性 连对楚王爷身边的女子都极为厌恶 楚王爷丧偶许久 再也没有娶妻纳妾 他身份尊贵 样貌不凡 这京城中 想攀上楚王府的人家实在不少 可因为楚黎面容尽灰 实在是没有人愿意嫁给他 所以就去攀他的父亲 想做个现成的楚王妃 搭着将来生下儿子 好把楚黎取耳代之的念头 只是这些人从来都没有成功过罢了 命意倒是来了兴趣 他倒是不知道 一向清心寡欲的楚黎 看上了哪家的女子 他吩咐小李子泡了两杯茶 端上来 给了楚黎一杯 自己也端了一杯茶 慢慢地掩用 世子今年也二十有二了 也确实到了娶亲的年龄 世子不妨告诉朕 看上了哪家的姑娘 朕也好成人之美 给世子赐婚 楚王爷对世子的婚事一向伤心 若是王爷知晓了世子有了心上人 心里肯定也会欣慰的 楚黎似笑非笑地坐在大殿中央 瞧着宁意 只看得宁意不自在地皱眉 世子有话不妨直说 实不相瞒 臣前两日去念慈祀 给两个早邀的兄长祈福 碰到了一个姑娘 对那姑娘算是一见清心 若不能将那姑娘迎娶回去 臣发誓此生不娶 哦 宁意坐直了身子 乐呵呵地道 哪家的女子竟然入得了世子的眼 让世子非她不娶 嗯 臣后来打听了一下 知道那女子原本是苏太傅家的长女 苏目锦 响当 放肆 楚黎 你可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 楚黎面色不变 自然知道 苏目锦自要就跟朕的堂弟宁预定了亲 你竟然让朕来给你和苏目锦赐婚 楚黎轻笑 哼 臣对苏姑娘一见清心 去你的一见清心 宁意爆粗口 毛子阴雾地看着楚黎 似乎在分辨她言语的真实性 当瞧见她毛子里的含笑的毛子下的坚定时 宁意越发地气恼 她拍案而起 楚黎 苏目锦是宁玉的未婚妻 自要就已经定了亲事 你这样是夺人所爱 就不怕世人不齿吗 楚黎对帝王的怒火视而不见 依旧笑道 陛下言重了 臣不过是看上了一个大家闺秀 想要成亲了 怎么就夺人所爱了 我瞧那宁世子喜欢的人也不是楚姑娘 陛下不妨成人之美 干脆解了他们的婚约 也省得最后生出一对怨偶来 人家父母之命没说之言 岂是你说退就退的 处理你别太过分了 他那堂弟对苏目锦的心思 他会不清楚 成天地盼着苏目锦快快长大 好快点赢取他 什么狗屁的怨偶 有阿玉这样的情谊 他们成亲了就不可能是一对怨偶 还有黄叔和黄沈 都是通情达理之人 万万不可能会虐待苏目锦 他们两家结亲 那是门当户队 他也乐见其成 怎么一到楚黎的嘴里 就成了怨偶了 命一眯着眼睛 警告楚黎 认真的道 楚黎 你看上了别的女子 朕都能成全你 偏偏只有这个苏目锦不行 是的 他看上别的女子无论是谁 哪怕是他后宫里最宠爱的公妃 只要他要 他便能重新给她换个身份 嫁到楚王府 可就只有这个苏目锦不行 他自己的亲事 已经没办法自己做主了 阿玉意表人才 意表堂堂 又对苏目锦一往情深 苏目锦嫁给阿玉 不会受委屈的 这是他年幼时的最后一点温暖 绝不能让他嫁到楚王府 那个火坑里去 这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 苏目锦只能嫁到宁王府 既然陛下不同意 那臣就去跟父王商量一番了 你威胁朕 臣不敢 只是好不容易看上一个女子 有了成交的心思 父王应当会想办法让臣如愿的 说着他对宁毅拱拱手 臣告退了 楚离 楚离回头看宁毅 陛下还有事吗 宁毅认真地盯着他的眼睛 一字一句道 你究竟想做什么 楚离眸子一闪 聚亲 说完 推着轮椅 头也不回地 出了大殿